好了,很歡迎大家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今天我仍然繼續跟大家講關於希臘的自由精神 上一次也是跟大家講過關於希臘的自由精神 古希臘的自由精神 上次講過,古希臘的自由精神 我們的講法就是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講法作為代表 蘇格拉底的個人的人格思想本身已經表現到一種自由精神 這個帕拉圖講山洞的比喻說 人一定要離開山洞才見到太陽能夠和真理相遇 這一種最後也是一種追求自由的一種精神 我們講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講法 我們的講法就是用之前的標準來看 他說他是追求一種內在的自由 追求一種精神的內在自由 是屬於人的情慾、成見、意氣這些內在限制束縛裏面解脫出來的一種自由 不是在講所謂外在的自由 因為他們的看法就是覺得這個外在的自由 是不理想的 因為之前講到古希臘是西方最早有民主政治的地方 但是其實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不滿意當時的民主政治 那些所謂的民主政治 因為他們覺得當時的當權者 要是很著重要滿足個人的慾望 要是追求這個新奇 這樣他們覺得無論是追求滿足欲望的自由 或者追求新奇的自由 這兩種自由他們都不是很滿意的 他們都反對 他們覺得應該要找一種普遍公共的真理 要找到一種一人一種真理 這樣就不行的 要找到一個公共普遍的真理 其實本來這沒甚麼所謂的 這兩種說法都對的 可以有個人的意見 亦都可以有普遍公共的真理 但是他們的想法就是希望 不要只是說個人的意見 因為如果只是說個人的意見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的個人意見會互相抵消 變成說不到真理 變成連學術文化都做不到 所以一定要由個人自己的主觀意見裏面 超拔出來 通過這個不斷的討論 找到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一個普遍公共的真理 這樣才是蘇格拉達和帕拉圖兩個人的一種自學精神 這種自學精神對西方文化的影響非常之深遠 這樣我們的判斷就是認為 將它視為一個由內在成見的限制束縛之中 解脫出來而得到的一種自由 這種說法就不是西方文化裏面的一種判斷 他們覺得各個人說的意見都不同 這樣建立不到真理 所以就要由個人的主觀成見裏面超拔出來 這種說法在所謂內在成見的限制束縛裏面解脫出來 這種這樣的自由 這種這樣的名稱 這樣的稱呼 唐君介先生加上去的 這個 而實際上他們自己所說的 就是說一個所謂叫做追求理性上的必然 他們說的是追求理性上的必然 就不是說追求什麼自由的 追求理性上的必然 即是說凡是一切真知識都有這個必然性的 都有必然性 等於數學、幾何等的公式 很多時候都有這個所謂的必然性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 人在這個必然性裏面 沒有所謂你信或者不信的自由 即是他們想說真正的知識有這種必然性 而所謂必然性就不是說一種所謂可以信可以不信的自由 即是我們平時人走路的時候 我們可以向東走、向西走、向左走、向右走 又可以不走路 這種就叫做選擇可能的自由 但現在我們說的是一個真正知識的必然性 真知識的必然性 在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面前 是沒有這種所謂選擇可能的自由 你可以由不同的前見 證明不同的後見 但是如果你選擇了前見 這樣就一定要跟從理性去肯定後見 而沒有所謂選擇的自由 即是這個所謂如果A則B 你選擇了A就一定是B 在這裡你選擇了前見 就一定要跟從理性的肯定 而去到後見 這個沒有所謂選不選擇的問題 都沒有選擇自由的問題 所以這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 講這個所謂真知識的必然性 他們既然是講這種真知識的必然性 就一定是會否定前面所講的那些所謂 滿足欲望的自由 標其立義的自由 或者選擇可能的自由 一定會否定這些自由 因為他們要講的是必然性 他們講真知識 真知識就有必然性 就沒有這些所謂的自由 但我們都一定要承認 這件事就是真知識的必然性 我們如果要講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 這個呢 我們就一定要由這個 內在限制束縛裡面解決出來 我們一定要有這種 我們一定要有這種 由內在限制束縛裡面解決出來的自由 我們才能夠講到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 才能夠實現真理 才能夠實現真理 才能夠有這種實現真理價值的自由 這個呢 這個是我們的講法 蘇加拉底和佩拉圖他們主要是講真知識 要有必然性的問題 就不是想討論這個自由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講法裡面 就是沒有所謂自由的 在這個真知性面前 但是現在我們講的就不是 之前所講的那些選擇可能的自由的問題 我們講的這種自由 一種所謂內在的自由 這種內在的自由 就是我們要由這個 承建限制束縛裡面解決出來 這樣才能夠講到這些所謂真知識的必然性 所以要有一種這樣的自由 我們才真正講到那種真知識 所以就算是蘇加拉底和佩拉圖 都要承認有這種內在的自由 才能夠講到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 好了 如果我們要實現真理 我們要找到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 我們要實現真理 我們要找到這個真知識的必然性 首先我們要自己 先要超越我們自己的內在的成見 由這個限制束縛裡面解決出來 好了 所以蘇加拉底和佩拉圖兩個 他們兩個人都不認為 這個滿足欲望 這種自由 或者滿足欲望的快樂 就是善 他們認為善可以引生出快樂 但是善一定要由真知識和節制欲望 那裡來的 即是他們覺得善可以有快樂 但是他們並不是認為能夠滿足欲望 這樣就很快樂 這樣就是善 這個不是他們的說法 所以他們不贊成快樂主義 這些主張 這樣他們的說法 覺得善是可以引生到快樂 但是善怎麼來呢 善是要由真知識那裡來 還有這個 真知識就要由我們這個 限制我們自己的成見 節制自己的欲望那裡來 這樣才能夠有這個真知識 才能夠有善 才能夠有快樂 所以這個蘇格拉底和帕拉圖 他們都要求人 不要做這個情慾的奴隸 不要做情慾的奴隸 不要被從情慾所限制 不要被情慾所束縛 要超越 這樣才能夠找到這個真理 如果成為情慾的奴隸 就是人生最大的不自由 這樣蘇格拉底曾經在飲宴之中 做到所謂眾人醉而獨醒 在從軍的時候 時時都是最後才回來 臨死的時候 亦都可以松茸淪學 最後呢 亦都可以喝毒汁而死 不去逃跑 為何他可以做到這些事呢 正正就表示到一種 所謂解脫了 這個 他超越了 他解脫 他超越了甚麼呢 就是超越了 人的生理慾望 由這個人的生理慾望 人的情慾之中 解脫出來 超越了 所以 不怕生死 飲食等等都不怕 全部都不怕 不會貪生怕死 所以這個呢 超越了人的生理慾望 而形成這種高尚的人格 Platel的理想國 裏面 他是提倡共產的 公共的夫婦的 嚴格的 教育訓練的 分等級的 國家組織 他為何要提倡這些事呢 為何要提倡共產 要嚴格訓練 他最根本的動機 其實是要 接濟人的私慾 即是帕拉圖哥 你想國 其實呢 他這些說法是用來 要限制人的私慾 這個 折制人的慾望 令到人 可以在哲學家的領導底下 靈魂得到上升 所以這個 帕拉圖哥的國家哲學 很有這個 極權主義的色彩 因為這個是哲學家 哲學家全部 要跟從哲學家的指示 這個是有極權主義的色彩 羅素在西方之樂史裏面 就有這樣的評論 但是我們要明白 他為何要有這樣的主張 我們就明白 其實他們想主張的 其實是希望人 可以由這個私慾的限制裏面 解脫出來 精神得到自由 而得到一種精神的自由 他們原本是想做的目的 是這樣的 所以 在這一點來說 是值得贊成的 希望人可以由私慾限制裏面解脫出來 精神得到自由 這種說法是值得讚賞的 但是當然 極權主義的色彩這些就不好 這些就不是值得讚賞了 所以我們看回這個 在古希臘的智學家裏面 蘇格拉底和帕拉圖 他們所說的一種自由精神 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 由內在限制速度裏面 擺設出來的一種自由精神 其實是 但是古希臘智學家裏面 就不單止有蘇格拉底和帕拉圖 還有很多其他的著名智學家 例如阿里索德 斯多哥學派 伊比購魯學派等等 其實這些智學家都沒有 跟帕拉圖和蘇格拉底一樣 其實他們都沒有近代西方所說的 所謂個人自由權利的概念 他們都沒有這種說法 阿里索德和帕拉圖 就有講到政治意義的自由 即是他們都有討論政治的問題 想說這個自由權利 我們現在這個自由權利的概念 在近代西方來說 是屬於政治意義的一種自由的說法 但是阿里索德和帕拉圖 他們雖然都有講政治意義的自由 但他們的說法就不是這樣 我們看看帕拉圖在共和國 裡面所說的 這個所謂的職能的自由 這個職能的自由 就是指盡自己的職責 這種所謂的職能的自由 是指盡自己的職責 就不是今天所說的一種政治自由的意思 這個 而阿里索德在政治學裡面所說的 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他所說的自由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自治 所以其實無論帕拉圖和阿里索德 他們所說的自由的概念 都不是跟今天我們所說的自由權利 政治權利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帕拉圖和阿里索德 他們所說的自由 他的重點都是落在所謂遵守法律 就是盡公民責任這些說法 而阿里索德認為政治的目的 就是實現公道 實現公道 政治的目的是要公道 追求一種公道公平 所以公平是一種道德的要求 公道公平是一種道德的要求 所以政治的目的 其實是輔助道德的實踐 而道德就是根據理性來主宰情慾 道德的根據就是理性 由理性主宰情慾 就為之道德了 所以人生的最高境界 就是心靈得到超聲 對這個永恆的理性形式加以觀照 所以人生最高境界 就純粹理性 只有理性 那就最好了 這個 完全由理性主宰 那就最好了 這個 所以這個 政治 這個阿里斯多德的講法裏面 政治最後的目的就是人的心靈的超聲 人的心靈超聲 即是政治是光落道德 而道德就是要根據理性主宰情慾 所謂根據理性主宰情慾 就是要求人的心靈能夠超聲 對這個理性的形式加以觀照 所以呢 由這樣講法 講下去呢 政治呢 最後的目的都是希望人的心靈可以得到超聲 所以這個政治有多不同的目的 政治的目的是什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嘗試去想想 政治 為什麽多人去從事這個政治活動呢 政治其實的目的是什麽呢 那麼阿里斯多德的講法呢 就是政治的最後的目的呢 就是人的心靈的超聲 所以阿里斯多德和柏拉圖 對這個呢 的自由的想法呢 是有點相似的 都是呢 人內在的 一種精神自由的一種追求 有點相似的 好了 那剛才也提過 除了他們幾個之外呢 有斯多哥學派 伊菲購魯學派 他們這些講法 那他們大概也是講什麽呢 這樣 斯多哥學派的知學呢 原本呢 就是講這個呢 用理性 主宰自然情慾 而伊菲購魯學派的知學呢 就是講人呢 要認識自然界的物質 原子的行動 而超乎人的主觀欲望之配 這個呢 這樣呢 所以這個呢 都是著重講理性 講理性 主宰 情慾 這個呢 這兩派的講法呢 變成呢 有些類似的地方呢 就是呢 都是著重呢 要主宰 這個 情慾 但是這個 怎樣去主宰 大家的講法有點不同 這個 這樣就 總之呢 都是要令到人的心靈呢 由這個 幻想 希望 情慾之中 解脫出來 由此而得到一種 內心的寧靜 和愉快 這樣 所以這個呢 無論斯多哥學派好 他們都是追求一種 所謂 內在的自由 都是追求一種 內在的自由 這樣他們的講法呢 就不及這個 帕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他們那麼重視 這個 所謂 國家的政治 那 帕拉圖和阿里斯多德 他們比較重視 這個國家的政治 不過他們就算是 講國家政治 都好 都是想人的靈魂得到 超升 那麼他們 他們 又不從這裏去講 這個 那麼 伊匹溝魯學派就認為 這個 智者的理想生活 呢 只是少數朋友 就行了 不需要講那麼多 什麼國家 這些複雜的內容 斯多德國學派呢 就有比較多 普遍的人道意識 但是他們所重視的 始終都只是 個人內心 著重講個人的 個人內心 要黑己 要自律的生活 所以他們的講法 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政治的自由 自律的自由 自律的自由 大部分的自律的學家 都有一種 關於自由的主張 看法 但是他們的講法裡面 其實都沒有我們今天說的話 政治自由 自由權利 這種 就是說 我們在近代西方 比較著重這個所謂政治的自由權利 這種說法 我們看看古希烈的哲學 最著重的都是 一種內在的自由 精神內在的自由 好了 現在大致上就介紹了古希烈的自由精神 現在就可以開始 略為介紹一下 到了中世紀 基督教所說的自由的說法 他們所說的自由 就是所謂自由意志 基督教所說的自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 在西方的思想史中 正式提出要解脫 而歸於神的說法 最早就是所謂新柏拉圖學派 最早不是基督教 即是要人解脫出來 然後歸於神 這種說法 最早的說法是新柏拉圖學派的說法 不是基督教的說法 他們這些新柏拉圖學派的說法 是未曾講到自由意志 而正式講到自由意志 其實仍然要去到基督教才講到自由意志 不過 就算是基督教所講的自由意志 這些說法 仍然還未是現在西方 西方所講的自由權利 政治自由的說法 基督教認為人是有靈性的 人是有自由意志 這個是自由意志的說法 人是有自由意志 人跟其他存在不同 人跟其他存在不同 人有自由意志 所以人在世間上 就有各種善惡的思想行為的可能 正正因為人有自由意志 人才有所謂的 向善、向惡 各種不同的可能 如果人沒有自由意志 就沒有所謂善惡 這個人 沒有自由意志 即是說 他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純粹是機械人 沒有所謂善惡 這個 因為他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 才有所謂善 有所謂惡 這個 由這個自由意志 來講基督教教義 最初 並不認為自由意志是好的 因為自由意志 有自由意志 人是可以選擇好 可以選擇壞的 不是純粹是好的 所以從這裏講 自由意志不一定是好的 因為自由意志可以選擇墮落 人的墮落 就是因為有自由意志 當初阿當不服從上帝的命令 他不運用自由意志去服從上帝 而用自由意志去選擇受蛇的引誘 人便墮落 這個就是所謂自由意志 所以自由意志不一定是好的 最初的講法裏面 不是一個好的講法 所以這個在基督教教義裏面 說人有自由意志 最初的意思只是說 可能是這樣 可能不是這樣 只是一種可能性 可善可惡的可能性 即是說 這個自由意志 其實是一種可善可惡的可能性 可善可惡的可能性 這個其實就是人 罪惡的根源所在 人既然有可善可惡的可能性 即是說 罪惡就可以由這裏出現 這個就是人罪惡的根源 所以 由這裏來講這個自由意志 人具有這個自由意志 只是一個中性的可能 而實際上 人其實是要順從上帝才是向善的 如果你是受引誘的話 就是向惡了 這樣 所以人如果只是靠著這個自由意志 是不能夠保證人不向惡的 只是說自由意志 不保證你一定向善的 這個 有自由意志正正就是 是令到你變成有可能向惡的 有可能成為罪惡的 除非人信仰上帝 信從上帝 否則人 就不能夠在精神上 真正的得救 不是真正的向善的 所以 根據奧古斯丁的講法 這個 自從阿當犯罪之後 人就只有犯罪和邪惡的自由意志 就是奧古斯丁的講法 比較明顯些 自從阿當 選擇犯罪之後 人的自由意志 就變成 只是犯罪和邪惡的自由意志 人如果要真正向善 要得救 就只有靠上帝的恩賜 上帝如果不選擇我 不恩賜給我的時候 我是不可以靠自己得救 這個人的自由意志 只可以選擇惡 這個 我們如果要真正向善 真正得救 要靠上帝的恩賜 這個 所以 不可以靠我自己 不可以靠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令自己得救 一定要靠上帝 所以自由意志 只可以令人變成惡 令人犯罪 不可以 自由意志不能令自己得救 所以奧布斯登說 人只有犯罪和邪惡的自由意志 就算我誠心求上帝救我 我都不能夠因為我自己 本身 而得到被救的保證 保證仍然都在上帝那裏 所以這個 這個 這種自由 就不是 我們現在所講的一種 政治的自由 這種自由意志 甚至 只是一種 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 而這種可能性 去到奧布斯登的講法裏 還只是 所謂犯罪邪惡的可能 所以 在這個講法裏 人 是要講這個 所謂宗教的生活 所謂講宗教的生活 要通過宗教才能夠 得到一種真正的自由 到底奧布斯登的講法是怎樣呢 我們下次 跟大家繼續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坐下 我的話 我可以討論一下 我可以討論一下 我可以討論一下